SAMP上禮拜部分都已经setup过之后 而且都设定好了 如果现在是重新开机 那你要启动它的话很简单 就是再找到它 把它点两下 允许一下 OK 然后呢同样是什么 启动它 因为它是server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它run起来 理论上server 所有server是几乎是24小时不关机的 所以你将来可能就是把它放在一台 几乎不关机的电脑上面 它就可以不断的在 工作了 OK所以才叫server server等于是就像7-11 那也就是你把它放着它就会自动工作了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 网站然后架设之后就是不会关机 而且 当然将来你最好是 放一台其实效能不用太好的 我反而觉得反而用那个notebook还要更好 因为你如果不用notebook 你还要再买一个 UPS 不断电系统 可是如果你用notebook有个好处 它本身就有电池了 对不对 所以后来我发现 我就拿那个 比如说我已经 不再用的 因为其实你用一段时间你会update 你的会更新你那个notebook 你就把notebook拿来当server用就好了 而且server还有个好处就是它省电 因为你桌机 你动不动就300瓦起跳 可是你 笔电最大的power 不过大概 6-70瓦 所以算下来的话 你一年省下电费其实也还差蛮多的 那你会想说那会不会不够力 其实不会 因为现在的 电脑的 这个cpu都非常的够力了 随便双核心就跑得下下轿了 他其实不太需要 太 太高的运算 他也不是跑3D动画 所以你不用说用非常好的电脑 那可能需要的就是说 如果你要让他跑的稍微 查 就是搜寻的速度快的话 其实我导比较建议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固态硬碟 就SSD 有没有 好你把它放SSD里面 他跑起来就下下轿 而且他SS之间 至少是传统硬碟10倍以上的效率 所以你要跑那个什么大量资料查询 那你把它放SSD 跑起来 速度 真的是 快到一个 不行 所以 基本上呢 当然有这些啦 其实你就是把这个 有没有把这个资料讲 放在一个你SSD里面 然后把它弄起来 然后不要关机 最好我讲过啦 用Notebook 手边应该有啦 你就可以 然后呢在一个固定IP 像我是在申请一个什么 一个名 一个名称嘛 你不一定点COM的啦 像我申请 点DIV 也可以啊 个人的 那就可以让使用的连上 那未来你可以去想说你有没有什么 什么样的想 有没有什么网站啊 或者架一些论坛啊 然后 就是跟 就是大家就是做一些交流的动作 其实像这些东西 这个 买 这个 SAMP 他都足够 让你做这些事情 绰绰有余啦 所以这部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了解一下 那我们在 第一个 Apache Apache本身的admin 你要先确定一件事 你的security 是不是三个绿灯 这应该上个礼拜讲过了 你可以从这边进去 设定 再设定他的 这个是MySQL的 那个什么呢 密码 他预设的 ROOTS 预设的user 所有的superuser就是他的管理者 就是ROOTS 这个第一个 所以下面 那下面那两个绿灯就会 红灯就变绿灯了 那下面这个的话就是SAMP本身的 这个目录的一个安全性 那我们就也是user一般就是用什么用ROOTS password的话也许就是你1234啦 我们用预设 尽量你如果没有特别的 除非你在这边练习用1234啦 如果说你回到家你可以用自己习惯的password OK 那security部分OK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到什么 进到SAMP 所以 今天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这个 按下去之后的话 如果你看到的 画面 是长这样子 你会发现他会跳什么 他会直接跳那个 就是网站 网页 没有 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买是一个本来的那个管理的方式是用打指令的 就是在那个什么 类似就是在 在这种 CMD 就是在 在这个底下打指令 不过这个打指令对一般来说 太头痛了 算了 所以你用图形化 那可是图形化呢 SS它是用视窗 可是呢 MySQL它是用网页 也就是它是用网页 网页的方式去管理 那它透过哪一个呢 就是 透过这个 PHP MyAdmin 用它去管理 MySQL 那给你什么 给你图形化的界面 只不过就是在网页上跑而已啦 差别在这里 所以第1个 我们把它启动起来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理论上你把它点起来 那恭喜你看到 第2个你要把它登录进来 那登录进来的话你需要什么 它的账号 所以你要给它什么 它的账号 有没有 刚刚用root 密码的话呢 就1234 按个执行 进到画面 如果你看到的画面 要不要储存呢 大家看自己把它储存一下 因为反正练习没差 那各位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 这个 就是 MySQL的所有的管理的界面 所以你如果可以熟悉的话 以后这个MySQL呢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包含就什么呢 资料库 你如果要新增的话 你可以点这个资料库 点进来的话 他会问你说 你是要建立资料库 OK 所以等一下我们从这边开始 当然还有其他的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在去了解 后面这些 不过大部分常用的也许就是什么汇入汇出 也许你可以从 外部汇资料库进来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下一页资料 SQL语法可以啊 等等的 还有什么 如果说root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使用者 就是root 管理者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给别人 登录到这个画面 但是你不能告诉他root的账号 但是你可以给他一个他可以的权限 比如说他只能够针对哪些资料库 做存取 其他不行 或者是相关的他的权限 比如说他只能读取 但是不能编辑 诸如此类 你也可以从使用者里面去了解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这个 功能还蛮完整的 今天我们就是要先建 我们的需求 第一个 建立一个什么 建这个他刚刚部分 第一个就是先建一个资料库 叫问题 你一个资料库里面可以放很多个资料表 OK 然后这个资料表里面的就有栏位 那资料库有点对应到一个ECEL的档案 档案 或者像之前SS的一个资料 ACCDB 那 再来底下的话 就是 ECEL里面有很多的工作表 工作表对应到 这个 MySQL里面就是所谓的资料表 资料库 资料表 里面有栏位 因为我们总共 根据上个礼拜的练习就会有几个栏位呢 12345个栏位 所以那我们要五栏 也就是说呢 等一下我们要做什么 建一个资料库里面放个资料表 然后呢就给五个栏位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跟上个礼拜一样吗 上个礼拜是把资料最下面一笔丢到SS 可是现在呢我们一样 但是不是丢SS 而是丢MySQL 那丢一笔OK之后的话 那你就把这全部呢 丢过去 对 丢过去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这边 之前我们不是把它删掉 删掉再从MySQL汇回来 汇回来之后呢再把MySQL的删掉 等于一个一个cycle OK 那当然你接下来也许你可以再去找别的资料 也许不是这五个栏位 你也可以有别的嘛 反正Excel里面 太多的练习啦 反正你就是一栏一栏 然后你丢过去 抓回来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未来其实你就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OK 那我们大概就是 整个流程 那所以呢一个一个先来过 首先的话呢 我刚刚讲过 如何建资料库 建资料表 那五个栏位 五个栏位之后的话呢 就这些啦 你就照 照表超高 再来就是 可以在里面下 SQL预防 OK 那下SQL预防之后呢 Excel怎么利用SQL预防 丢给MySQL呢 到底一样啊 就是透过ADO嘛 帮你去传递SQL预防 给MySQL 那MySQL收到了 他也看懂了 因为 他也支援SQL嘛 不然怎么会叫MySQL OK 所以 他叫MySQL OK 那所以呢 他听懂了 就帮你新增一笔记录 丢到哪里呢 就丢到那个资料表里面 你就看 有没有这一笔 有 OK 然后就怎样 再去做后续的 所以 基本上我们练习 大概就是 这个是驱动程式 大概就是做这些啦 12345 5段 5段sup 那我们就 就不做 表单的啦 我们就直接做5个按钮就对了 这5个按钮对应到就5个sup 那 其实呢 跟上个礼拜的ss 很多地方都一模一样 差别只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那个open 一个连线自串 我前面讲过是一个provider 那个 那个因为ss本身 他就已经内建有驱动程式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安装驱动 但MySQL他不是微软的 所以你需要安装驱动程式 然后呢再去抓到他的资料库 驱动程式 资料库 然后呢 就可以连线了 连线之后呢 就丢seql 他就帮你做后续 所以 我们 一步一步来 OK 所以请各位待会练习 一 建立那个什么 开启那个phgmylamine 二 登录进来之后 然后呢 如果你要回首页就home 资料库里面的请各位 先建立一个资料库 资料库名称的话呢 叫做 也许我们资料库名称 就是叫做 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编码跟排序 特别是有一般习惯 因为现在网页的技术呢 通常 以utf8为主 就是unicode啦 unicode的那个那个 万国码的编码方式 跟以前的那种微软的方式 BIG5不太一样 如果你用BIG5 那变成说 有些网页会乱码 你给人家 人家还在转成BIG5TAC 所以基本上 一般习惯会拉到最下面 然后再往 拉到最下面 然后再往上一点点 所以你再往上一点 你可以看到有个 utf8 这一个 utf8里面呢 有一个比较常用的 就是什么unicode底线的CI 这个 那这个资源级 就是 他的里面的资源 不是完整的 但是 基本上 用的比较 大部分的字都有了 所以我们用这个 utf8 unicode底线CI 这个 按一个建立 那他就会在 Myseco里面帮你 建立一个那个 就是问题一的资料 这个已经有了 是不是上个礼拜有见过了 那我就 那当然如果你要把它删掉的话 其实就是点击他 点击首页 再到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 再给删掉 删除 他其实就是什么 Database 这边就是这个语法 他做的方式的话基本上这个就删掉了 理论如果已经有了 记得把它删掉 否则会重复的问题 问题 然后这个编码方式 记得就不要选错 否则将来你在 让 别人 存取的时候会有乱码的问题 然后建立完之后再点他 那再一个 问 提 1的那个 资料表 这个叫资料表 然后栏数的话就是 5栏 给好 按一个执行 然后呢我们需要有五个栏位 那这五栏位的话里面就可以参考这个 那我的习惯这样 Ctrl C 然后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就是说 把它贴上之后 然后把这个 因为他是 这个名称 你们是这个 这个名称的话是这个 这个名称的话是这个 就是可以复制之后把名称搬一搬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 最快了 不过特别注意啊 你后面要注意一下 有没有空白 如果你这边有个问题 姓名空白 他以后的栏位名称 其实就叫姓名空白 你不能用姓名 其实这些之前有同学有有遇 遇过就是他就多有空白 他就会出错 OK 那再来的话形态的话呢 不外乎就是 整数 有小数点 或者是文字文字一般用Varchar 那Varchar的话这边讲这十个字啊 你可以多不能少 如果你担心说什么新住民或者原住民 他名字很长 你干脆你多一点好了 然后身高体重都整数 所以要用率是INT 那性别的话呢 这边的话用Varchar 如果你担心将来性别会加很长 那你就多一点没关系 然后呢 标准体重有小数点 所以我们就用Double好了 一般习惯用Double 那他会跟你讲说他的 范围会在正负多少 哇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好像1000多亿吧 基本上如果你怕1000多亿还不够 那你就用Real Real的话已经是超过1000多亿了 天文数字了 那另外如果Floach是这个来嘛 正负多少 然后这个Dissimo 他这个是什么的 正负有没有底下有 最大是65 所以是正负 32之间 那其他还有像INT 有没有正负 这么大数字 各 100 千 万 10万 百万 千万 21亿 21亿 所以正负21我想 OK 如果你觉得太大了 你可以再自己再往下调 他上面都有一些相关说明 那这个这个地方我们习惯了Double 那Double之后你把它按 储存 这个时候的话呢 问题1的资料表就出来 你可以看一下问题1下面的问题1的 这个资料表 但是里面一定是空的 现在的话呢 没有任何的资料 那我们大概可以练习上礼拜最后讲到有关 InsertInto 那其实他这边很贴心 Suppet Insert Update Delete 如果你不知道填什么你就点他一下 他自动帮你把InsertInto问题 栏位 放进来 然后你要放什么东西呢 后面他会给你 所以你就怎么样把资料填上去就好了 但是特别注意 那个如果是Varchar的部分 前后要加单引号 习惯上这样 那这边当然有一些范例 所以你可以 在 切到那个 我们底下这边有一个Insert 比如说这个人的 这个这一笔 假设Value里面的东西 你就可以 把它 用 这个 我在买 就是 程式码里面买Seql里面 然后你可以把这些资料贴上 或者自己打一下好了 自己感受一下 贴上 好 特别注意 如果Varchar前后都要单引号 这要单引号 把它执行一下 他会出现的新增一笔 那你怎么知道有新增一笔 再点回来问题 这边就多一笔了 当然如果说我将来呢 希望 新增 查询的话 那slate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点一个slate slate 其实slate 这边栏位名称 习惯上的start 表示所有的栏位 后面的会有 其实会有纸具 你会办 他这边有一些会有纸具 的工具 让你知道 查询 这底下也会一笔资料 好 再来就是说 请各位先把这部分先ready 那待会呢 我们就要从ecell 再做 跟myseco这些沟通的动作 但是要怎么跟他沟通 特别注意 待会请注意 要先把驱动先装起来 驱动程式的话 有分32 跟64 那32跟64 主要 跟什么有 哪一个 不是跟windows的32 64有关 而是跟office 跟ecell 如果你的ecell是64位 你就装64位 如果你32就装 32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两个都装 两个都装 也没关系 反正他就是变了 两个版本都有 那基本上因为我们这边 算跑的还蛮新的 2013的 而且是64位 你可以好像从哪边吧 ecell里面好像有个关羽 里面找一下 好像是从哪边 我会有点 有点不太 就是从这个其他命令这边有个 版本的地方吧 稍微找一下 他里面也跟你 我上次有查过 是64位 没有 没有错 所以请各位 一样把这个 下载之后 有没有 64的 然后并且把它做一个安装 这个64的 支清起来 安装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就下一步 下一步 install OK就完工了 那 那 这个是msseql 最大不一样是因为 msseql或ss是微软的 不用驱动 但是因为myseql不是 所以就多一个 安装驱动的动作 OK 那请各位 先试着把这部分先完成 那待会的话 我们 把myseql的问题一资料库 跟问题一的资料表里面有五个栏位 先建立好 建立好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 资料 再从 sseql呢 搬到myseql里面 其实你做熟啦 你 一堆资料 全部都丢到myseql 其实是相当快速的 而且 你就把它 当成固定的so 做熟了之后 这东西闭着眼睛都会啦 你说真的他并不会 非常的复杂 主要是因为你们对 对这个操作界面 比较陌生而已 其他大概 尽量不要犯一些 比较 就是不该犯的错误啦 比如说像 就是装在中文目录啦 或者是说 装在随声碟子 这样的问题发生的话 那其实这个环境 我自己用起来是还蛮稳定的 没有 几乎没有发现过 你像有些同学发生的问题 因为 有些同学就会回报说有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七七瓜问题 有些我大方发现都是 我讲的那个部分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才会发生状况 甚至好像win8win10 好像也安装没有问题 所以回去的话也许你们可以试试 当然我基本上装过的 大概win7 32跟64为主 其他环境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发生 所以这部分我想各位 尽量去 熟悉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 如何从Excel 把那个 资料写到 写到那个MySQL 这个 Axis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